港交所香港金融大会堂的字墙 里面有个背字的那些字 就包括这个字 厕所的厕字 它真的有个背字 这个厕所的厕字是两个写法 有一点也行 没有一点也行 都是个厕字 这个部首 有一点这个部首是个厌字 你没有一点部首是个厕字 这两个部首都是表示屋 一个建筑物 以前那些厕所 通常是一间屋之外 再要搭一间小屋 所以重染或者重厕 不要弄错 简体字 第二把这个称为广字的简写 这个是厂字的简写 但是作为部首 其实这个是个厕字 这个是个看字 所以这个刺是掩部側声 或者看部側声 都是側字作为声部 所以其实不是属于背部 而是属于这个部首 那这个側字 如何来都要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側字 如果按说文解字说 就是一个背字 就是刀 这个是背 背就是财物 以前讲过财富财物 刀 用刀来分财物 所以说文解字的说法 就叫等划物也 就是从刀从背 就是将财物有规矩分开 这是规则的刀来 但是我认为它是搞错了 因为其实 如果我们看一看金文 这个不是背字 这个是什么字呢 这边是个顶字 就是中顶的顶 那顶旁边是一把刀 是什么呢 那些古人呢 是将一些规矩 将一些法律条文 用刀就刻在顶那处 那才能够保存得耐 和有个权威性 所以这个刀呢 其实就是刀 将一些规矩 刻在顶那处 所以就是规则 法则的则就是这样来的 但是无论如何 它都是跟财富 就没什么关系的了 这个厕所的刀子 拿它来做一个星的意思而已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